现在很多人活的都很累很卷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究其本质就是贪婪 比如你正在看电视 这时候你们家领导让你一边看电视 一边把衣服收了 然后叠起来 你是不是有点不太高兴 不过这种小事还能忍受 再比如吃饭的时候还要看个剧 这叫电子榨菜是吧 一心一意的吃饭 一口一口的咀嚼 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它不好吗 你们有没有察觉 边吃饭边看剧 时间长了肠胃会不舒服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着急 连吃饭这点时间都不能浪费 再比如我 最近想出门自驾游几天 旅游肯定是各种花钱 而且还不能挣钱 但是我想在旅游的同时也能赚点钱 又开车又玩 同时又把钱赚了 最后糟蹋的是自己的身体 我现在想想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拧巴的想法呢 在以前我最卷的时候有过这种想法 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 老婆带着孩子去上课去了 我有一个完整的清静的下午 我想补个觉 那段时间挺累的 但又想玩玩游戏 死亡搁浅 因为很久没玩游戏了 但是我又想干点活 多赚点钱 补贴家用 但是呢 我还想出门晒晒太阳 放松一下 这样对身体好 但是我只有一个这样清静的下午 很难得 所以这让我很纠结 现在四年时间过去了 这件事我还记忆这么深刻 其实像这种例子很多 主要原因我觉得就是 啥都想要 啥都不想放弃 把自己弄得身心疲惫 很痛苦 那怎么才能不这样呢 我分享两点给各位参考 一个是外音 现在的信息太多了 产品十分丰富 而且更新迭代的速度太快 本来我没有需求 但是我看了一会儿视频 就有需求了 或者本来我已经有的产品 用得好好的 但是看了一会儿视频 就想把它换掉 想升级了 像这些信息 有些是商家故意知道的 但我们也愿意招人家的道 苍蝇不丁 无缝着弹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第二点是内音 这个我们也许能控制 那就是独立思考 不能跟风 要会做取舍 我们面对大量的信息 能够果断回应 这些是我需要的 那些和我无关 再好也和我无关 说白了就是说不 主动放弃一些不适合自己的东西 这个贪婪呢 是人的本性 不管有没有用 自己也不会判断 也不愿意判断 别人说好就跟进 所以才活成这样 但是如果你喜欢这样 倒也不用改 如果你想改 往下看 我们回到开头的例子 我既然打算出去旅游 就不要扣不缩缩的 钱该花花 要不就别去 旅游的目的是放松 开心 如果想赚钱 就别出去玩 对没错 必须放弃一个 什么都想要 最后未必能得到 但是自己很累 这个累是一定会得到的 还有很多玩家问我 这个岁数了 为什么还能玩游戏 还能玩得进去游戏 问我是怎么做到的 你们有所不知 以前我有大概十年的时间 没碰任何游戏 当时我是全身心的铺在工作上 就是为了赚钱 养家养房 放弃游戏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所以我放弃了整个PS3时代 和PS4前半段 现在钱不那么好赚了 就把游戏捡起来了 当然钱也是要赚的 只不过随缘了 我们之所以卷 活得这么累 纠结拧板 还有选择困难症 究其原因 都是怕失去 怕那个不好的结果 于是什么都抓着 紧紧地抓着 什么都不能落下 活得很紧张 其实很多人没有想过 根据自身情况 慢慢地分批地 把手松一松 放下一些东西 一步一步地 让自己活得轻松一些 自在一些 这也是一种生活状态 这两种生活状态 我都体验过 不能说谁对谁错 它们是各有所得 各有所失 看你怎么选了 其实卷的生活状态 也不是错 也许你目前所处的 这个阶段 就需要卷 既然选择了卷 就不要还想 同时拥有轻松自在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 全部内容 一些个人感想心得 分享给各位